白点病对新手的六大坑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鱼得了白点就要加温 那么很多新手朋友就会觉得水温越高就越好 有些甚至会将水温调到32度或者以上 这样只会加速白点病鱼汁的死亡 因为新陈代谢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快 鱼处于一种不断消耗的状态 这也是加温后你会发现很多鱼开始漂浮在水面的原因 所以鱼得了白点病之后加温到30度左右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超过32度 第二点我觉得白点病隔离是没有用的 白点我认为是必须要整缸处理 说实话隔离到新水新缸对鱼来说是一种刺激 然后白点是因为小瓜虫的寄生虫感染 所以整缸都得进行杀菌杀虫处理 第三点很多新手朋友容易加温速度太快 强烈的温差容易让鱼不适应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每天提高2度加到30度就可以了 第四点就是没耐心 因为加温治疗白点是需要5到7天的过程 很多人在加温到28度左右的时候 发现白点越来越严重了 这个时候就放弃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加温治疗白点的一个时间周期 然后耐心等待小瓜虫的脱落 第五点 如果白点已经侵入了腮部 造成鱼呼吸不畅 随着温度的提高 水中溶氧量更低了 这个时候鱼对氧气的需求比较大 应该打开氧气泵爆氧 第六点 看到表层白点开始消失 以为万事大吉 扯掉了加热棒 不出半天 发现鱼身上又重新长出了白点 这是因为随着温度的下降 至少有2到5个小时 是非常适合小瓜虫迅速长回来的 所以在白点消失之后 我们继续开加热棒一个星期 慢慢的去撤掉加热棒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